明良之后的教与学 那老师们呢 我们今天大概整个流程呢 是会请新卫老师 然后一步骤一步骤的教各位老师 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课程 那我的废话就不要太多了 我就直接让新卫老师可以开始了 好 请新卫老师 谢谢 谢谢新卫老师 老师请问一下你们有拿到账号吗 或者是使用自己的账号吗 还没有拿到的 可能要到我们通话中的讯息那里 去拿一组我们的展示账号来使用 那就表示老师还没有使用过 有自己的账号用自己的就可以了 如果老师有自己的账号的话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们我们的助理都在旁边 就会直接帮我们做协助 请各位老师就直接在我们的留言板那边 做一个留言就可以了 好 那我就把画面先切过来 各位老师晚安 很辛苦就是可能很多老师都还没有用餐 然后就要来这边参加我们的研习 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次的手把手 跟我们的英才网的评量比较有关系的 那这一次要讲的内容 其实会延续上一次的主卷功能 那如果老师上一次刚好可能 时间上不允许没有听到我们的主卷的方法 那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还是会再带大家操作一次 所以多位我们今天就准备好账号 那待会我们就会直接进去做一个实作 好 再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其实最近刚好疫情延续 所以比较多的老师会比较担心 就是期末考的部分 那我就以我们高雄市教育局的 给我们各级学校的资讯给各位看 这个大概是全省都差不多了 所以老师您就看一下 各位贵校或者是贵县市 是不是这样去处理的了 如果是的话那就最好了 因为有一些弹性上的做法 老师您是可以不用这么紧张 比如说有一些期末考的部分 线上评量要不要去处理 就是由各个学校自行决定 那如果你们学校已经决定要用线上评量 那当然就是要经过家长的同意 那最好的话就是校内都要一致 那另外评量的方式 其实也不限于只有线上评量 也许还有很多的不同的 多元评量的方式可以去做使用 那就是提供给各位去做一个参考 就是我们在比例上面 或者是我们的次数上面 其实都有一些调整的空间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经过谁的同意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右边还有一张公文 这是今天发下来的公文 6月16号热腾腾的 你看联美劳科要去买材料 没有准备材料 老师请小朋友要出去买或是干嘛 都不太可以允许这件事 所以我们老师这时候呢 您的秤子可能就是不要转得太硬 就是我们有一些弹性的做法 那我们要考虑到学生家庭的一些状况跟问题 所以尽可能的就是他手边 或者是我们能够协助的就尽可能去做协助 那所以老师我们可能再稍微考虑一下 我们做这一次的评量 跟我们平常实体课的评量 应该有一些不一样 那这一次的评量过后 我们要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要学生有什么样的一个能量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提升 我想应该不是成绩 成绩这部分当然老师有一些可能会 还是有在意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能把它模糊一下 我觉得可能会把它放在哪里 待会再跟各位做说明 因为如果我们只有重视成绩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会出现 就是家长跟老师的角色不太一样 负担的责任也不同 很多爸爸妈妈平常都还在上班 那小朋友自己一个人 面对我们的数位学习的一个视讯的状况 很多事情都是由他自己处理 那学校的设备有老师可以协助 在家里的时候这些设备部分是 没有人可以协助他 有可能好 那可能是阿公阿嬷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考量 第二个就是家长情绪 其实他每天要面对小孩变成24小时 他也有他的苦处跟他的 不爽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尽可能在情绪上面 就是大家都是要减缓一些冲突的产生 再来就是本来每一个人的沟通方式 跟讲话的语气也许就不同 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里头 都会使用LINE的时间 一定是比更多人使用平常的使用时间更多 所以我们可能要调整的是教跟学这个部分 我们教育学的地方 看看学生学到的状况如何 当做是我们一个评量的重点 这样对老师跟家长来讲可能会比较容易能够释怀 好 那我就以我这边来跟各位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 比如说像我们班上来讲 不管再缴交任何的作业 我们一定会告诉家长跟小朋友操作的模式 范本登录的方法 然后会议连结每一次上课要做什么事情 都会很清楚的去做说明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小朋友有一些状况 跟我们说他家里网路断掉了等等之类的 我们也是要考量到这个地方就是要立刻协助 那家长们他如果很用心的把小朋友的功课 或者是他的一些 就是比如说做完英才网之后的一些回馈给我们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赶快鼓励他 因为持续的鼓励不只对小朋友很重要 对家长也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沟通三明治的做法 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第一个 所有的事情都是小朋友跟家长是可做的 可期待的 而且是具体的 他们都真的可以做到 再来就是一定要肯定跟鼓励 那如果家里有一些状况的 我们一定要同理他 同理他这种方式 那简单跟各位讲一下之后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英才网这个平台 英才网这个平台 其实它是一个科技辅助自主学习 非常好用的一个数位平台 那当然同学生透过这个数位平台里头 我们想要学生获得的能量是什么 主要是自主学习的能力 那这个自主学习就是希望学生能够拥有 跟管理自己的权利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让他 为自己的学习来做一些什么 做一些负责 那至于要怎么样去负责 我们就是透过远距的教学当中 从英才网上面去看到 学生有没有做到这几件事情 有没有办法定标 有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要的策略 或者是真正去做到 再来老师在过程当中怎么样去监控跟评价 然后去调节自己的教跟学的一些方法 所以我们在评量的时候可能会重视的是 学生的学习重点跟学习的内容 有没有达到我们学习需要的评量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学生的方法 已经跟我们实体课程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课堂互动的方式已经有不同 那学生的自学策略也不太一样了 以前都是老师在旁边或者是同才之间 都有办法立即做互动 那现在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调整 那再来 所以我们在学习成效的评估里头 要不要做一些调整 可能也需要 所以有一些历程的部分 还有英才网里头有一些回馈的部分 老师您就可以尽可能的去使用 然后整个历程上面有一些 小朋友的做法或者是他对应 或者是他一些回馈的部分 我们其实在历程里头可以看到学生的表现 他是越来越进步 还是就是很随便的去做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补救的协助 这个都是我们希望我们在评量里头 可以做到的一些支持跟帮忙 我们希望学生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在我的班级里头 我们的滚乘式的一个教学 其实用了很 算是很不太多的一个素材 这些大家都应该都会用的 就是最基本款 因为我们班上是小一的小朋友 所以基本上来讲 就是我们会用同步 那同步的上课里头做的部分 就有很多像课堂 态度 随堂测验 这个部分其实都可以当评量的一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非同步的部分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作业佼佼 互动评量 然后当然学生还有一些作品的呈现 那我们会运用到的平台或者是工具 可能有Google Classroom 作答卷等等之类的 那还有一些什么 还有一些线下的一些评量的部分 那教师的角色当然就很重要 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历程当中 教师角色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评量的过程 这个历程当中 我们都希望学生都可以怎么样 被我们掌控到 那这是我们在平常试题课程的试学里头 那如果在线上评量的时候 这试学我们能够多掌握 就尽可能的去掌握到 好所以我们在使用音材网进行评量的时候 大概可以看到有几种工具可以使用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使用的就是单元诊断测验 这个部分 那单元诊断测验对我们来讲就是 里头本来就已经帮我们设定好的一些考试券的内容 可以直接来做使用 那不管老师你是用同步的施测 然后同步的去做检讨 或者是当做回家功课来做检讨 其实他都可以有一些成效的评估在 那再来就是纵冠诊断测验 就是诊断某一些小朋友的 或者是您在课堂刚开始 实作之前要知道小朋友的状况 你就可以用纵冠诊断测验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用组券的模组去做 那印材网里头的组券模组其实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它的题库量非常多 尤其是语文科的部分 所以老师您就尽可能的去 发现自己的课堂里头需要的哪些内容 就直接组券就好了 那包含我们的寒暑假作业 暑假快到了 也建议老师暑假作业其实也可以用组券模组 像我昨天就组了18张的国语的考试券 那就可以当做暑假一个礼拜一张 一张练习卷来做一个阅读测验的复习 好 再来就是笔记提问区的部分 其实也是非常的好用 那等一下就可以显示给大家 笔记提问区在多元评量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进行 好 那所以这个是英才网 我们指派诊断测验的方式 就是进来的时候老师在指派作业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做单元诊断测验 那我们只要指派单元诊断测验之后 学生当然就会收到任务 那学生收到任务之后去写功课 写完了他就会有一张叫做诊断报表 就像电脑帮他改完的功课一样 那老师您就可以透过学生 个人的跟全班性的一个报表 就是这一张 出来的时候您就可以知道目标学生是谁 然后我们的 比如说在教学里头的哪一个知识节点 学生比较不OK 那学生错答的整个的答对率 或者是他的错误类型是哪一个部分 你也可以从这个报表里头很快的去做掌握 那很快的就跟各位讲一下 那组券的地方我们待会再讲 因为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我们的音材网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各位你们先进来我们的教师的部分 教师的音材网 那请您按登录 各位会登录吗 给各位老师一点点时间做登录 如果登录上面有问题的 我们再说明一下 各位老师您登录的时候 可以从crown浏览器 然后直接打音材网三个字 然后就会到这个画面来 拿这个画面来之后就直接按音材网登录 账号登录 好那今天如果您拿到的是我们的展示账号的话 那请你从这个地方 做登录 那如果老师您自己有open ID 或交易云的账号 请用这个地方入口去登录 好那我就给展示账号的老师们看一下 下就从这边进来 进来之后您就点选我们这一次给你的是台中市 北区展示学校 那就要麻烦你这边点选一下台中市 然后北区展示学校 好那这边我们就先使用您的教师账号 跟密码 然后验证码就是这一串 如果看不太清楚 您可以变换图形 好那我们给老师们时间 就是从这边去做登录 那如果老师您自己有自己的账号的话 也麻烦您做一下登录的动作 好那进来有一些说明 您就把它直接打叉叉就好 或者是您第一次登录 他会要求你改账号密码 你都不要管他 好你就直接进来就好了 直接进来首页就可以了 请问老师登录有问题吗 好没有问题 那各位老师就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老师您只要指派任何功课的时候 这个首页区的地方 就会有很多的报表 就会有所有的报表 那各位如果您今天是第一次进去 你这个地方应该是空白的 好那如果像我一样 就是每天好 比如说我们防疫期间 我们每天几乎都有功课 那像我的话我就会很清楚的怎么打 我会打日期 然后因为这是防疫停课期间 所以我会特别的把这一段期间 打个名称叫防疫停课 那有的老师就没有打 好防疫停课 然后打数学 哪一个科目 然后哪一个内容 那如果是单元诊断测验 像这个的话 就是我自组的考试卷 那还有像期末线上测验 这个都是我自己组卷做好的考试卷 来做指派 好 请问老师有问题吗 好 没有 没有 我就继续了 好 那这个是我们首页区 首页区的地方 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指派 考试卷给小朋友写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任务管理的任务指派 我把画面放大一点 好 这样大家比较容易看 好 任务管理的任务指派 那各位点选进来之后 您就可以看到我们左侧的地方 有几个选单 第一个叫知识结构学习 这是指派影片的学习内容 好 然后中冠诊断测验 它是指派类似像数学科 它有一些下修测验的部分 就是我们跨年级的一个 纵冠诊断的题目 它基本上指派的方式 是以能力指标为主 或者是学习表现 然后去向下诊断 比如说四则运算 可能是加法有问题 就会一直诊断到一二年级 好 那我们的一般考试 像现在目前要做的一些考试 我们就会放在 单元诊断测验里头 那各位您就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的单元诊断测验里头 有什么样的内容 好 点一下单元诊断测验 好 那老师您点了 你之后这里就会有一个图腾 告诉你现在是在这个页签上面 好 那再来就是要指派给学生 指派给学生功课 好 那你指派给学生 那你就直接点我们现在是109年度 账号密码要打什么 顾老师您说的账号密码 您是用台中市北去展示账号的吗 好 那账号密码就是我们给你们的表单 上面有一个连结表单 后面有 后面有教师的账号跟教师的密码 好 那再来科目选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点选 你是对不起年度写完了 你就可以来选科目 比如说您是五年级的学生 那是9罐的 那我们就选数学就好 如果你是108课纲的 国一国二或者是小一小二的课程 那我们就要选108课纲 好 这样可以 那所有的英文都是英募108 好 那我们就选9罐 然后我们的数学可能就是 例如说是翰林版 那目前我们的6年级已经毕业了 好 那我们就选5年级好了 好 5年级的最后一个单元 下学期的最后一个单元 可能是立体形体 这个地方那你就按点选 你就会看到我们的系统 已经帮您组好的两张考试卷 一个叫卷1 一个叫做卷2 那您就可以加入这一张考试卷 直接让小朋友做什么 做简单的测验就好了 好 看看我们这个单元做完了 他做的如何 好 那这样这张考试卷已经选好了 好 我先在这边等大家 先把步骤一的考试卷选好 好 记得是在任务管理的任务指派 好 梅慧老师请说 好 梅慧老师是不是举手了 有什么问题 对 抱歉 我可不可以请问 刚才老师您登录的账号密码 因为一般我们如果有就是用OpenID 如果像老师您用的这一个 因为我刚才有去试 如果我也不是用展示的这一个 您是用OpenID是吗 没有 我有试 老师您刚才是选右下角的部分登录的 对不对 老师您自己的 后来请问这个的账号是要自己去申请 还是是学校给我们的 学校会帮您做设定 所以这个也不是OpenID的 你如果用OpenID进去的话 基本上它也会产生一组这样的账号给你 但是是学校的校本人员会帮您做查询 所以也不是我直接用OpenID的账号密码 这样从右下角刚才老师您进入的这一个不是 好 那不然老师 我再用OpenID的进去给你看一次好不好 OpenID是要选左上角那一个吗 来 老师您看咯 我直接从这边进来好了 再一次 这个地方进来 然后呢 对 从这里进来之后 左上角 对 然后老师您是用OpenID还是用教育 我用OpenID这个我有试过 那你要从下面这边进来 可以进去 因为我是有在试老师您刚才选的右下角 老师您进入的这一个的账号密码 哦 我用那个OpenID的过来 老师您刚才选右下角的这一个 这样不行 那是不一样的 对 那个是 金财丸产生的一个账号 这是给讲师的才有 或是说 不是我们老师也有 但是您如果要知道这一组的话 要麻烦你们学校的校馆 人员帮您做查询 帐号查询 帐号查询就会有 哦 那是要学校给的 对对对 好 我误以为我直接用我的OpenID帐号密码 我也可以用右下角 后来我刚才试试不行的 对对对 你要从这边 好 老师谢谢 谢谢 谢谢 好 ok 好 那我们就再回来这边 刚才我们指派任务的地方 从任务管理里头的任务指派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刚好交到最后一个单元了 所以你就选择单元诊断测验 来步骤一的地方先选年度科目版本 然后这个选完之后按加入 好 那一次可不可以加两张呢 不可以一次只能够选取一张测验 其实它的知识节点是一样的 知识节点是一样的 好按加入之后呢 不到步骤二的地方 我们就要把这个任务名称把它打上去 好那这个任务名称我刚才有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你写的越清楚的话 学生就越怎么样 越容易找到 然后您之后如果要再搜寻的话 也比较容易一点 那如果这是数学那你就打数学 我会把刚才的这一串 考试卷的名称按Ctrl C 然后复制一下 然后就把它贴上去 这样学生就清楚知道是什么功课 好然后你的对象呢 这边可以选择班级 也可以选择多个班 也可以选个别班 那你也可以选择个别学生 这边也可以选择几位 比如说几位小朋友 成绩比较差的 就选那几位就好 那你也可以跨班选择学生 就勾选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你有编小组的话 就再编一下 那我现在就选择一个班级 请问有什么 老师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那我们就继续了 对下面的则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时间要不要做设限 如果老师您是要考试的话 我会建议您有一个设限的时间 比如说您是要用非同步的一个考试方法 那我们就限定一下成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到12点之前一定要写完 那你就可以设定一下今天晚上到 这个是一个日历 那我们就是按照日历的点选方法就好 17号然后到下午的12点 一定要请学生全部写完交交 那如果你不想设限的话 基本上他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用 就让老师您自己去点选 这个时间设定完之后 各位就可以看到 步骤3的地方就是再问一次 就是这时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就移除 然后再重选就好 那步骤3的地方 基本上是不用动他的 那最后我们就拉到下面这里来 有一些更多的设定 有一些更多的设定 这个地方就是您要不要变成随机的题目 随机出题的题目 或者是有没有开放权限 要请导师去帮您看一下这个功课 那如果需要你也可以打开 然后共享任务的地方 要不要给其他的老师也一样指派这个功课 如果需要的话 您就按校内共享 如果不需要你现在自己用 你就按这个就好 好 然后代币就是要给小朋友的奖励 写完这张考卷之后 你要不要给他奖励 10个金币或5个金币 不是考100分才有 只要有写就有了 那老师您就可以自己先选择 好 那这样就完成了 那您就可以点选完成 新增任务就成功 按OK 好 那这一张功课 其实我就已经指派出去了 好 那我怎么会知道 那我没有指派成功 各位您就可以到这个叫做任务维护的地方 好 点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我刚才派出去的这个 提库单元6月17号派出去的这个考试卷 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图示就是一个考试卷 那这个就是影片 派的这一张考试卷给哪一个班 5年6班 这个时候开始写 我的时间没有限制 写完了之后有一些代币奖励 那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子写好像不太OK 你就来这边做编辑 再重改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内容要改 如果不需要的话就关掉 如果你派错了就直接删除就好了 直接删除就好 OK 好老师您试试看 卷一跟卷二题目是不同 好他其实是同样的知识节点 但是里头的题目会有一些不一样 好基本上就是副本题的意思 好这样苏老师OK 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那这样老师您就已经指派出去了 老师可以看到题目吗 好老师如果要看题目的话 有几种方法 有几种方法 第一个你可以直接点进去 刚才你派完任务的任务名称 好这个地方 好我们刚派完 是不是到任务维护这边来看看内容 那你可以点这边进来 好然后先来看看里面有什么题目 可是这样看你要一题一题看 好这样会比较辛苦 那如果你想要一次就把这实题看完 有一个方法就是到我们的首页 因为我们派完功课之后 其实报表就出现了 首页的时候呢 您就可以来找一下您刚才的这个功课 只要你派出去之后 就会在这个地方 好那如果你找不到的原因 是因为这里有班级要点选 好像我刚才是派给五年六班 那我要点选五年六班 就可以看到这一张考试卷 6月17号派的这张考卷 好那这张考卷呢 你就可以从这里一样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呢 先点一下 这里有一个叫查看任务进度 这里头您就可以看到学生的作答表现 然后考试卷的题目 还有之后学生如果做打之后的一些答题状况 都可以点这个功能进来 这个叫查看任务进度 点进来之后 各位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表单 那我们要看的题目就在下方 题目在这里 刚才的实题都在这里 老师您就可以先来这边预览 连同答案都出现在上面 需要再操作一次吗 有老师说需要看到题目 记得在首页的地方 找到你的任务名称 你是给哪一班的功课先找到 然后把这个功课点进来 找到这张报表 好 那之后就是利用查看进度这个功能 进来里头 看题目 点进来 然后呢 把游标往下拉 就在这个地方叫做任务试题 好那当学生如果开始做打的时候 这些只要变色的都可以看到内容 对啊 嗯 这样可以 那这个地方也有一些完成度 都有一些数据可以直接做提供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 有没有人在指派作业的时候发现 我没有办法派给我们班的学生 如果没有办法派给自己班级的学生呢 那您就要来这个地方检查一下 班级管理里头的学生帐号管理 看看你们学生是不是都有进来 如果没有进来 就要请他用OpenID登录 或者是用学校的效果人员帮您做汇入 这个地方学生帐号管理这里 那您点开来之后 这边点选一般查询 就可以看看你自己任教的班级 有没有在上面 比如说五年六班 我的学生有没有在上面 如果有我才有办法指派 如果你点了都是零年零班的话 那表示你没有办法派给学生 嗯 嗯 好这样ok好 好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来往下看哈 好有没有老师觉得说哎呀这些考卷 好我们再回来刚才的任务指派这里 刚才的这些考卷呢 有一些我可能就是用的时候啊 不是我要的内容 回到单元诊断测验这里来 好比如说呢刚才的数学 我可能要考后面三个单元 那现在呢都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题目给我 不是我要的 比如说回到刚才的五年级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看那都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给的题目 分开来 那我没有办法让这几个单元 把它合并在一起来做指派 目前是没有 除非你派三张考卷 可是派三张考卷 学生大概写的会有点不太开心 你平常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行程性评量 但是你如果是总结性评量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自己再去抓题目 抓题目来做一个组卷的功能 来做一个组卷的功能 好那现在如果各位老师单元诊断 指派的部分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报表好了 就是当您把这个功课派出去的时候 学生端会收到什么样的一个功课的内容 好那我就用 用学生的账号登录 这是学生端的账号 学生端的账号 他收功课的地方都会是在这个区域 叫做我的任务的地方 我的任务这边点开来就可以了 然后他就会看到这里有进行中的或过期的 就会有功课出来 那这是我另外一个班级的小朋友的功课 那我进来刚才的五年六班那个小朋友 进来之后 点账号 我看看 好老师您进来的时候 这就是学生的画面 他都会叫你改密码 这个你都不要管他 请学生都不要管他 那再来我们就直接点我的任务 那你看学生就可以收到 刚才我们指派的这个功课了 6月17号 防疫停课数学 然后卷1 那从这个地方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前往任务 就可以去写功课了 那他也可以自己先加入行事例 比如说老师要求他一天要做完 所以他自己把自己的行事例写上去 那为什么需要写行事例 因为有好多不同的老师都会派功课 所以他要自己做一下安排 那他这个地方就可以自己来做一个规划 个人学习的一个规划表 16号等等之类的 按一下12点 确定 那这边确定16号不行 按一下19号 好确定 那这样就ok了 所以他的行事例各位就可以看一下 他行事例上面就会有这一条出现 那这里也有月计划跟日计划 如果是国中生他可能每一小时要做什么事 就要安排得很清楚 就可以从这边去做一个计划的 自己对自己的学习做一个安排 这样很简单吧 好 好那我们再回来刚才的任务这边 所以学生的这一张考试卷 点进来之后已经安排好行事例 那不安排当然也可以 他就直接进来做什么 做任务就好了 前往任务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像这样子 就有10道题目让学生去作答 那学生当然就是要一边做笔记 一边怎么样 一边记录 那如果没有做完突然之间时间不够了 那就写一下中断测验 下一次他就可以从这一题再开始 所以不用急得让他做完 就是这个地方要处理一下 这样可以 那学生如果做完这一张考试卷之后 我很快的把这实体答完给各位看一下 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料出现 学生做答完就会有一张自己的诊断报表 那这张诊断报表除了学生可以看到之外 老师也可以看到 所以当学生开始做补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什么地方已经完成了学习 哪一个地方是他的弱点 那老师你就可以去监控他 然后提醒他 那比如说我把这实体写完 那系统就会给我一张这样子的考试 这样子的一个补救报表 那这张补救报表里头有一些讯息 老师您就可以作为您教学规划使用 第一个这个小朋友的测验时间 不ok时间太短对不对 你就可以看到了 第二个他的学习状态 五个节点都没有过 做了哪些题目 错了哪些题目 你可以把它点开来 然后看看他答对的题目是什么 答错的题目是什么 那他有没有做定证 或者是他有没有进来做一些影片的观看等等 那这样看比较不清楚 我用我自己班上的小朋友来给各位看一下 我回到首页的地方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最近出了这一张考试卷 初学一年级期末测验 有24位小朋友都写完了 好那我就直接进来看看我们班小朋友的表现状态 点进来之后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小朋友都写完了 所以完成率是百分之百 那小朋友的名字原来是黑色的 现在已经变成了蓝色 那变成蓝色之后啊 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怎么样远进去 就可以看到刚才像我们写完功课的这一张报表 那这张报表学生错误的题目 我可以从这边直接查询 1号小朋友错在哪里等等之类 那这个小朋友作答时间是多少 22分钟 嗯 没办法很认真写 对不对 我就可以知道了 那再来就是他这边有没有去做一些补救的历程 那这个还没有补救之前的颜色给各位看一下 是蓝色的 蓝色的 然后呢开始补救之后是橘色的 如果他有观看完毕 就会变成绿色 右上角是表示他的次数 这个影片他观看了几次 一次两次等等之类的 所以老师您很清楚可以掌握每一个学生的 每一个学生的报表 但是老师您一定说我班有20个月 我是要看得更新 所以我不会这样看 我通常会直接进来看什么 先排序一下 那个层级比较差的 我才会进来 这个都可以点 都可以排序 排序 层级比较差的 我才会进去看他的报表 然后如果大家都差不多 我们就会直接来任务进度这边 进来看看全班的表现 这边点选进来之后 各位就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刚才大家都有进来过 应该不陌生 全班有24位 已经都完成了 那我的考试题目是哪些题目呢 点开来可以先看一下 有25题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组卷的 25题 然后学生的学习状态 我就可以点这边 看看我们小朋友 写这25到题目的时候的作答状况 简单讲就是帮您收集一些资料了 比如说我这张考卷有考了这些知识节点 18以内的 30 100以内的数 然后换钱币 所以通诊 还有昨天今天还有统计图表 所以这是整个期末考的一个组卷 那学生错最多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叫做代补救的人数 最多的是哪一个节点 是这个节点 100以内的减法 那我就可以先来看看 这三位小朋友没有通过是谁 陈同学 苏同学跟李同学 那他们到底错了什么题目 点进来看一下 这一题竟然都选同样的答案 45 那就表示他的减法怎么样 退位有问题 或者是直接大数选角数 那这一题其实我就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 小朋友在作答的时候 我们在班上里头就会做讨论 做什么讨论 这个小朋友他的做的方式就是51-16 然后减的方式就是直接拿6-1 所以就是5 然后上面就是5-1等于4 所以他是这个减这个 这个减这个 所以他不管是个位或者是十位的处理 他都是用大数前巧数 他没有把51当做一个数来看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答案出现 所以老师你就很清楚知道 这三个小朋友 基本上错误类型都是相同的 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在视讯的时候 把这几个小朋友叫过来怎么样 再重新讨论一下 只有做这一题比较多 所以我们的报表基本上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讯息 可以去使用 可以去使用 OK好先到这个地方 所以老师对诊断报告 老师你们在做一个指派的时候 的一个报表的呈现 还有学生做答的方式怎么进行 应该都很清楚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回到刚才的这个 回到刚才的这一张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好再回到这里 老师指派单元诊断测验 然后学生就进来慢慢的一提一提做 做完之后 就会有这一张测验报表 老师您就透过测验报表去调整你的教训 那就知道学生的错误类型在哪边 在这个地方 好那请问一下老师 有没有老师已经会组卷了 有没有老师已经会组卷了 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个手 有没有老师已经会组卷的 佩宇老师 好那两位老师都会组卷 老师你们会组卷了 好那组卷的部分 待会我们留一点点时间再来说明 因为我们上次有讲过组卷的内容 所以组卷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就去看一下操作手册 各位不用担心 我待会还是会讲 可是因为有老师已经组卷过了 所以我先把后面那个地方先讲一下 所以复习这边我待会会说 复习这边我待会会说 那我先讲一下 如果在远距失策的时候 我们不管是组卷或是一些测验 有一些方法可能要跟学生说明 就是作答的方式 然后有一些历程 我比较重视的是作答历程 那不管老师您是用同步 或非同步的方式去处理 我觉得作答的时间跟态度 还有这个部分 我们都要去协助他 还有一些澄清的部分 还有补救的部分 那我就很快的 很快的用一支影片来跟各位讲一下 在我们班上里头 我怎么样去做一个 远距的一个评量的交跟学的部分 这一支影片是刚做好的 那先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提问区很好用 班级讨论有一个叫做笔记栏跟提问区 那透过这个提问区 其实老师您可以丢很多不同的作业 让学生去把他不管是学习单 或者是他的作文 国语科的一个照样照具等等之类的内容 都可以拍照上来 那在这里有一个好处 提问区 你在把你的那一个写完的20题的 20题的答案券 送到这里来 好把它拍照 20题把它拍照 然后放到这里来给老师看 这样不懂吗 不懂了 好 然后如果你有错的 要把它打开来 去热目诊断报告这里 去看看自己有没有做错 有做错的题目要先点开来 就会有题目 然后真的不会再进来看影片 自己做练习题 还有做动态语量 好 所以呢 今天或者是明天早上考完试之后 你要用礼拜六或礼拜六啊 做补救 这样子懂了不懂 相等 好 三个十元跟几个五元相等 来所有的人画三个十元 一个十 两个十 三个十 那这样可以变成几个五块钱 一个十可以换成几个五元 是不是两个五元 这里也可以换两个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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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答案要选几个 六个 对答案要选六个 好 这样你懂了吗 将会了 对算钱的地方 下次大家请查案 搞清楚 然后不要乱写 来 那现在老师要考试了 好 几页纸 好 来你们准备几张 跟昨天一样 那老师要先讲一下 等一下写测验的时候 第一个 来 不可以怎么样 不可以问爸爸妈妈要程序 好的 几分不重要哦 老师先讲一下 考几分不重要 重要是怎么样 重要是要自己会写 然后第二句 每一个题目 你可以把答案写下来 或者是今天几月几号 明天几月几号 把它写下来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测验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部分 要跟小朋友跟家长沟通的 就是 其实我们重视的是那个历程 好 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是真的会 还是真的不会 那成绩的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允许他 多做两次或三次 那我平常呢 线上考试 我会用 刚才讲的英才网的题目 有时候会做同步 或非同步 那我也会用Google表单 去设计一些题目 给小朋友写 那不管如何呢 他们写完之后 一定要把答案卷 上传到英才网的考证区 诶 十题 错了几题 那你错的题目 你们会自己拍 对不对 英才网的提问区 把它丢上去 那昨天的老师 已经帮你们丢了 有的人有自己丢 像颖萱 有机会有自己丢 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等一下你们就要开哪边呢 等一下老师把萤幕关掉之后 看清楚哦 有没有看到右边的 这个小小的简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串字 你就把它点进去 就有这张考试卷了 跟昨天一样 那如果点不开来的 你就用妈妈的手机也可以看 这样你听懂吗 听懂了齁 那听懂就可以开始写了 就可以开始写了 那老师的出品就要关掉了 如果有问题找不到考证的 要把开麦克风跟我讲哦 好 妈妈就是我们这样如果写完啊 正常的话啊 就是点这个查看分数 是 妈妈有看到哈 点查看分数之后 就会到这个画面 然后呢 上面就会有成绩 然后呢上面就会有成绩 然后我们这边操作的时候有 对 然后今天我还多了一个就是 如果你选错的话 这里还会有答案 告诉人 再答案 好 那我之后再留意 没关系 要不然就可以请就加费 做一次看看 好 好 OK 好 谢谢 你比较少 Pre-100 你跟我洗完了 挖牠项拳数我100分 بد掉 幻青 我100分 哦 哇 14号100 六号也100 哇 6号好棒 6号做得厉害 这 fas 你是蔡平柏 我有ụtone 有哪定义 所以你有碰到这个 flower 陳健 lump 我要交由 他跟 צ 那我们前一天考完的考试题目 我们就会在隔天 然后去把音财网上面 他们贴上去的答案券把它拿出来 有一些小朋友做得很好的 我们就是要请他们怎么样 模仿 模仿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是表单跟纸本 或者是音财网的提本跟纸本 那这个纸本就是小朋友自己用就好了 他要怎么写都可以 那所以是请表单跟纸本 两个同时进行吗 是的 就是他写完在纸本上面 就像答案券一样 再点选答案 那因为我们以前在音财网上面的题目 也是一样做 那先跟各位讲一下 是因为我音财网的题目 已经写到没有题目可以写了 所以我只好自己用表单的方式 来编写一些题目 给学生做练习 有三个小朋友写的很棒 这三个小朋友 老师要给他看开始 出真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像我们这样子 讨论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的音财网的哪里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会用音财网的这个地方叫做自主学习的提问区 笔记跟提问区 那在提问区这一块呢 基本上是我们目前因为一年级小朋友 你要叫他用Google Classroom 可能有点辛苦 所以他们会比较习惯 用音财网的拍照的方式 去做上传的动作 有点慢 再一次 好 还是一样 那提问区的地方其实就是小朋友 他把我们的一个学习的资料都丢在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示区 一个展示区 那没关系就让他慢慢跑好了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基本上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我们就是一边线上测验一边等学生 但是其实重点就是放在学生写考卷的历程 我们有没有去帮他的忙 然后考完之后有没有做一点点的教学上面的一个故意 那就是跟各位老师分享一下 那老师们可能会比较 希望可以看到的就是怎么样去做主券这件事情 那我们的主券的功能就是放在我们的任务管理 这里有一个叫做主券模组的地方 这个地方老师您就可以自己去主自己想要的 像我刚才那个期末考试券的方法 那你就点选主券模组 好点进来之后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 老师我们一步骤一步骤来好吗 好你可以点开来 任务管理的主券模组 好我们一起来组一张考试券 好老师都进来了 那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就是要先找一下 就像我们在找光碟片一样 先找光碟那您的科目呢 可能就是比如说文士数学108课纲 然后呢我是一年级的小朋友就选汉林 那我是这个学期 所以109年度的第二学期按送出 按送出 好那送出去之后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单元题库的地方 就是我要开始来挑试题了 那印材网挑选试题的方式呢 跟各位讲一下 他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不是不太一样 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他是按照节点的方式去搜寻 是按照节点的方式去搜寻 所以等一下老师 对不起 老师您在看这个的内容的时候 好就是我们先选择范围是这个光碟片选完 那待会的每一个题库都是在紫禁能节点下面去做挑选 去做挑选 然后呢主题加入之后才有办法储存成新券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来这个地方来怎么样 来找题目 一题一题的把它找到 好来 那我们来这边找题目咯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年级 然后呢 我的单元内容是要考后面这三个单元 七八九这三个单元 所以我要从这三个单元里头去找试题 好第七单元 第七单元呢 我们的时间序刚好是一个学习表现 好一个学习内容 那有这些紫禁能节点 所以我就挑几个阅历的 跟阅历有关的紫禁能节点 然后挑选按挑选试题 下方的地方就会有题目出现了 那老师您就可以 比如说加一题或加两题都可以 那我一个节点就出一题就好了 那再来下一个节点 S06一样挑选试题 挑选完之后一样加入试题 那老师您加好的试题 就会在右侧的地方出现 那再来我就选第八单元 第八单元 第八单元有这几个学习表现 那我的学习表现比较适合的是 这一个就点选 点选看一下你要的内容是什么 我的是18以内的加法跟减法 还有这个 那我就各选一道题目 各选一道题目 减法 加法 然后30以内的数也是各挑一题 30以内的数 那这样子我就有好几题了 再来到最后一个单元 第九单元分类整理 它只有一个能力指标 它有好多节点 老师您看看哪一个节点是您要出的题目 那我就挑选这个 那这样我三个单元的内容都在这里出现了 题目都在这里 不需要的话就把它删除掉就好 那我的题目就挑完了 主券完之后可不可以列印出来 老师您可以来这边观看试卷 比如说我这边选好的题目之后 你可以观看试卷 然后它其实是像这样子 它是PDF档 所以你可以复制或者是另存都可以 那它不会像我们的一张一张考试卷 因为基本上它一个题目就是一个图档 一个图档好 那这样题目全好之后 再来就是你的组卷的位置 要放在哪个地方 那我们就放在109年度第二学期 那我的数学是汉林 或者是你要选单元式也可以 那我就选单元式 啊不会吧 怪怪的 对不起 好 那再重来一次 刚才跳掉了 新增组卷的地方 然后数学108 然后选择汉林版 第二学期按送出 那我来一年级这里的这个单元选几道题目就好了 好 我这次选 比如说好 刚才这样子已经选好了三个单元的题目了 好选好了之后呢 就要来这个地方储存考试卷 然后我们就储存在这个学期里头的单元是数学 好那我是一年级 一年级我就放在看你要放哪个单元 好 好那我就习惯选一个单元来做储存 因为他已经帮你做好了资料夹 所以老师你就自己点选就好 好那这个试卷名称我就把它写成数学一年级期末卷 好这样子就好了 好那这个资讯这个地方请你一定要记得 好因为等一下你要来这个地方点选考试卷 好就是这个资料夹的位置 好写完之后你就可以储存新卷 储存成功 那各位可以看到他可以列印好 所以老师你也可以自己做列印的动作 好按确定 那基本上我这张考卷就组好了 好组好的考试卷你在哪边可以查询得到 这里有个叫做组卷列表 好那你可以点一下我们刚才的数学108 就是这一张考试卷 单元是一年级第一单元 好期末卷还没有上锁 好那如果你要指派的话就一定要上锁 好上锁之后你就可以做指派 好所以我们再来要做的动作就是什么 要做上锁的这个动作 点选上锁 好然后我们就来这个仓库里头 去把这张数学考卷给找到第二学期 在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他有写上未上锁的试卷 是这一张 好那要怎么样让他上锁呢 就是这里有一个叫做执行键 你点选执行它就会跑到 右侧来了 好就会跑到右侧来 那你就可以做指派的动作 这张考卷已经翻过来了 好那这张期末卷怎么派给学生呢 各位还记得我们刚才怎么做单元指派对不对 到任务管理的任务指派 好点选记得这是考试券 所以是单元诊断测验 好点选之后呢 你就可以来这边找一下 我刚才放的资料夹在哪里 数学108单元是一年级的第一单元 好那你就看你是放在哪一个单元 ok 好那我第一单元的题目抽多的 一年级的期末卷就是这一张 那我就把它加入 这样就好了 好那指派的方式就跟刚才一样了 任务名称把它怎么样 把它打上去 然后对象选好 下面的设定时间等等 你要不要设定都可以 不要设定也没关系 你就可以直接按完成 好就指派出去了 好这张考试卷就派出去了 学生就可以收到 好有没有收到到任务维固 这里看一下 好有收到这张考试卷 好那如果不需要的话 也就把它删除 这样就可以了 好所以我们的组卷大概跟各位复习一下 大概是这样去组卷就可以 在这个地方组卷模组 所以不管你要组一张 行程式的评量三题两题 或者是要组一张大张的 我们的期末考的考试卷 基本上您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处理 好 然后我看一下提问区出来没有 好提问区就是跟刚才讲的 像我们班上如果考试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比如说两位数加减计算的平时考 答案卷要拍照上来 好或这个要拍照上来 那他们拍照上来就会像这样子 我会在上面贴一个公告 好那我的考试是这个题目 然后小朋友就会把它贴在上头来 好在上面 这是他们写的内容 那老师你就可以点选 然后看看他们写的对不对 好那基本上一场 我现在是不能批改 不能批改 但是我至少有知道 学生是不是有认真的在写答案作答 记录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小朋友数位做答最担心的就是 他做的太随便 做的太随便 然后也都没有订证 没有记录等等 那像这一题就是刚刚讲的 昨天今天跟明天 那这小朋友就写的很认真 那像这种 这种这么认真的小朋友 我就会把这一题怎么样 我就会把这一题截图 然后明天上课的时候 就放在我的PPT 然后再去跟小朋友讲 他写的很棒喔 这一题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对我来讲 我是非常重视这一块 非常重视这一块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小朋友 有一些小朋友 甚至你看他自己说他按错了 按错了 我再来这边书写 重新定证 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的 线上评量最重要的不是成绩 是学生的一个解题的历程 还有老师您怎么样带他去 把那个错题的部分 再把它做定证 改正的部分 这里对我来讲会比较重要 好上锁之后就不能够再 改题目了 还只能够做派任务这个动作 好 那今天很快的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也跟各位说这个 讨论区的地方 其实提问区的地方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好用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 一些内容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今天的网路不是很OK 好可以看一下 像我们在上课最近有做这一个 画一张 要叫小朋友画一个八公分的线段 然后从刻度的地方开始去画 然后请他你看我们的指令都会很清楚 所以其实线上教学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指令要很清楚 那像这样可不可以做一个形成性的评量 对我来讲他也是一个评量 一个评量 因为学生会在上面怎么样 会在上面做记录 会在上面做记录 比如说像这个小朋友就写的很棒 我们从5开始记录 然后要画到13 那这一条长度是几公分 那他这个答案就写错 他是说要在哪个地方停止 因为我们要画8公分的长度 那他会在13这个地方停止 他这个单位的地方写错了 那我们就可以在上面跟他说明 应该是8公分 8公分 所以从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看到 学生在家里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表现 就简单的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那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门慧老师请说 老师可不可以再请教 因为像我们现在等于说是我 然后一个班级 或者我任教的班级的孩子吗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假设 假设如果还有一位老师 要一起协助 或者大家一起假设说 帮助这个班级 可以同时有两个 就是我跟另外一个老师 可以同时看到同学的这些 要同时看到这一份功课对不对 所有的包含指派 或是同学有没有做完 或者我也可以指派 另外一位老师也可以指派 或者说像有时候学生他 会有到资源班 学习辅助 假设我跟另外一位老师 有要一起合作 或者某一位老师要针对我 假设我们要针对某一个班级 来做研究好了 如果说我们两个一起来 可是都有同样的权限 可以同时指派一起看 有这样的功能吗 他基本上是同时指派 然后如果你要一起看的话 就是你在指派任务这个地方 这里刚才有一个 有一个选择 就是这个任务开放权限给导师 这个地方要打开 那你就可以开 因为你们两个如果都是班级设定 都是一年三班的导师 基本上你们的权限是一样的 那你就可以就做这个动作就好了 做这个动作 你们应该会有一个导师 一个是柯任老师对不对 如果另一位老师他并不是导师的话 假设说我们是同领域的老师 假设那位老师他并不是导师的话 那这样子就不行了 那就是那个 比如说他是自然老师的话 那他的任务派完之后 就请他开放这个权限 那您当导师的人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功课 那这样那老师他也是可以进来 等于说我们可以一起看同学 所有他每一份任务 然后每一份的呈现吗 可以这样吗 基本上是老师您自己派的功课 只有你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不能假设类似说 有两位老师共同在这一个教室里面 等于说共同经营不可以 是可以共同经营 但是你们的作业指派就是分开的 他还是分不同的科目来进行 只是说客人老师派的功课 可以请导师来协助看他们的任务进度 这样子 那基本上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就 那老师看到的资料 跟我看到的资料都是一样的 可是就是在这边 刚才老师提到这边 就是要有这一个分享 这一个权限这里要开启 对这个权限要开启 可是变成我每一个任务 每次就是都要去开启开启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班级基本上 一般来讲老师都是一位 不会有两位 对 所以这个特殊的设计 看看我们未来系统上面 有没有办法去做特别的处理这样子 所以包含如果班上有一两位 其实有四位资源班同学的 那我每一次就是要按一次 跟那资源班老师 对 就等说这个权限 应该是说资源班老师的功课 会跟您做分享这样才对 哦 资源班老师派完这四位小朋友功课之后 他请他按这个键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 你们四个小朋友在资源班那边 所以一样的就假设老师他那一份 他并没有没有开启的话 我就看不到那一份的表现了 对 好 老师谢谢那我知道了 好 谢谢老师 然后还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杰鲁老师我们今天是不是就 哈哈哈 就到这边结束 好 谢谢欣伟老师今天的解说 那 老师们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那 那 几件事情跟老师们稍微说明一下 我们右边这边我们助理有把我们 恩财网的社团 然后还有这个YouTube平台都放在上面 那老师有空可以进去这里面看一下 里面有很多跟恩财网相关的教学资源 那再来第二个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是满意度的调查 那满意度的调查呢 老师你从这个地方你登进去之后 填写相关的讯息之后是可以拿到演习实数的 那刚刚那个美玲老师问到说影片会放在哪边可以重复看 我们大概会在24个小时或者是48个小时之内 就会把它上传到我们英才网的数位学习的YouTube上面 老师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点选之后 可以看到这里的资料是都可以回看的 好 好 那个佩宇老师有来协助大家 就是有一些好的建议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欣慰老师的详细的一个讲解 那老师们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留下来继续讨论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演习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欣慰老师 好 拜拜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老师如果有问题 我们还是可以在线上跟各位做说明 老师如果有问题想要询问欣慰老师或我的话可以留下来 我们待会可以帮老师做解答 好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老师不好意思 您说 是不是有老师要先发言 没关系您说 我刚刚试着 我刚刚试着在网上组的一张卷 可是我现在忘记要从哪边去上锁 老师可以再示范一下吗 好 那你等一下 谢谢 分享一下萤幕 好 老师 好 老师 我们进来组卷模组这个地方 然后你已经编好了对不对 好 编好了 如果你忘记放在哪里 你先来这个地方查一下 你还记得你是哪一颗吗 记得 好 那我们就查询一下 那你应该会记得你这个位置 要把这一串位置记起来 好 ok 好 那上锁就在上面这个地方 有一个点选上锁的按钮 这边 然后点开来之后 看看您是哪一个科目 然后他就会在未上锁的这个区块里头 老师有找到吗 有 有 那你就把它点那个 点那个考试卷的名称 点完之后 到这里按执行 他就会跑到右边这一个框框里头了 谢谢老师 好 这样有成功 可以 好 那再来就去做单元诊断的指派任务就可以了 好 老师您指派看看看有没有找到刚才的另一张考试卷 谢谢 有了 有哈 恭喜老师 谢谢老师 那可以多做几张了这样子 好 谢谢谢谢 我跟老师分享一下好了 老师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像我暑假的时候 然后 组卷列表编 你如果 如果郭语文或者是其他科 你也可以看看 像我们暑假像我这样子 如果把它全部都编好 然后一周就是一张考试卷 大概20题左右 好 就可以先做好 那之后我们可以用共享的方式 让全校的老师 一年级的老师 都可以一起使用这个暑假作用 就很方便 好 谢谢大家 那新闻老师好 想要请教 就是因为我刚刚有尝试用我自己的OpenID登录音财网 然后去看班级 就是学生的管理那边看有哪些班 那的确是一个班都没有 真的 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那我要怎么样把我的学生拉成班级 还是我真的只能请学校协助 曾老师你的小朋友是几年级 国一 国一应该会用OpenID吧 因为我们没有用过这个系统 那没有差欸 你们是哪一个县市 台南市 台南市喔 台南市都是用OpenID登录欸 所以就是我的意思是 就是变成我要让学生用他自己的OpenID进来 找到我的班级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对对 那我们的那个操作手术 有一个OpenID的登录方法 其实您可以下载 那我要怎么样建立班级呢 因为好像没有看到建立班级的 他不需要建立班级 小朋友登录OpenID之后 他就会自己选班级 他就会自己进去了 因为你们的OpenID 就基本上在学校里头都已经刚好办了 哦 所以我可能要抓个学生来实测看看 不好意思 你的学生假如 你的ID登录 他就会进去你们学校的那个班级 他基本上不用设定班级 因为你们的实力那边都已经设定好了 好 我懂 好 我懂 好 谢谢哦 OK 好 不会 谢谢 谢谢 好 老师 是 请说 老师 我想再请教一下 您用英才网执行这样子的教学 已经很久了吗 嗯 我们这个班的小朋友也才一年级耶 所以其实也是刚开始耶 然后疫情也是都刚遇到耶 是因为疫情才开始这样子的教学 没有 没有 我们从去年9月 这个班是我刚开始一代 我们从大概9月10月那时候 就已经慢慢让小朋友会使用英才网 在学校里头 那您当初就是要让孩子用这个系统的时候 跟家长的沟通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 没有耶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让家长走进来 英才网看里头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我们执行的方法大概会用什么样的模式 所以其实我们家长很喜欢耶 他们很赞同我们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我们那时候停课他们马上就说 老师我们不用怕 我们用英才网就好了 好 谢谢老师 老师还有问题吗 老师 请问这个操作手册要在哪边下载 好 操作手册好 老师我秀一下给你看好 老师我们在刚开始不要登录 先不要登录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印才网的下面 这里就有操作手册跟操作影片 好 然后你给它点开来 对 点开来像刚才的那位老师需要的open ID的登录方法 这里也都有 然后我们今天讲的组券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是手册 那如果您要看影片 我们也有影片 下方也有操作影片 那像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就是单元诊断的指派 然后还有组券模组的地方 就这两个 那老师您就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好 谢谢老师 对 请问经纬老师 是 在那个 师生那个多元品量的时候 有要求学生开镜头吗 一定要开镜头吗 我们有小朋友没有办法开镜头 有一位 所以呢我们其实就是请妈妈 就是尽可能离开啦 那其实那个成绩我们也没有很认真的去算 我们其实重点是他整个历程 有没有 有没有比如说他书写的那20题 有没有认真写 我会比较care的是这一个 就是开镜头 开镜头是为了要看他有没有在认真书写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算是要看课本写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时间只有15分钟嘛 因为我们是写完就下课了嘛 然后大家就离开了 那他看到别人离开之后他没写完 他就会紧张 可是我这边报表都一直在收啊 不管是用Google表单还是用银材网的表单 我这边的例行性的一个收到报表的状况 是很快的 所以他时间快到了他也不敢乱写 因为他点出了他就知道撑起很差 会不会我留下来做第二次这样子 所以第一年级就是15分钟给他考试时间 我没有给他考试时间 我就说先写完了就可以离开教室了 我们就今天的视讯课程就结束 这样子 写完就可以离开就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后来有一个小朋友多留了半个小时 我们就陪他半个小时把那张考卷写完这样子 好谢谢老师 不会 老师请问一下银材网的那个系统使用 有没有器材的限制 比如说有些孩子可能用桌机 笔电平板手机 是都可以用 都可以都可以 手机的话就建议用那个什么 把它换成电脑电脑荧幕的状况这样子 比较大的状况 这样他在看影片或是 题目比较不会断掉 好 谢谢 各位 请他老师还有问题吗 我是今天的简报 演习可以供分享吗 好 那我把简报放在 助理 因为我们没有简报分享 简报分享需求 好 那我就丢在line 然后我们再请助理协助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不客气 请问还有其他老师有问题要请教欣伟老师的吗 没有了 好 那我们就谢谢欣伟老师今天辛苦的跟我们分享了大概超过了22分钟 谢谢欣伟老师 谢谢欣伟老师 谢谢大家 欣伟老师晚安 晚安 明天要上班 晚安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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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